今天我們要開始談相關與線性回歸 但是我只會講簡單回歸 也就是回歸式是一人一次的狀況 也就只有一個自變相跟一個一變相的狀況 那現在我會採用的是 我上個禮拜上次上課有稍微簡介一下 我會採用一種叫做線性模型的學習取向 那回歸式它其實就是一種線性模型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把電子書統計方法 這部分的這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的章節順序 我給它重新調整的原因 那我們會先從相關與線性回歸 特別是簡單回歸開始談 這是因為我要從這裡開始幫大家建立一個 就是學習以及運用統計方法的一個觀念 就是你們在這裡看到的 還有甚至在更進階的統計書 或者說你自己要去學的各種統計方法 它背後都是一個線性模型 今天我們會認識這個相關與線性回歸 同時也會認識到那個所有的統計方法 都會有一些適用條件 那同時有時間的話我會談一談 什麼是自由度 那用線性模型來解釋 我是覺得是比較輕鬆 或是也可以比較正確理解的一個方式 好 那我同樣也是從我們這次的作業開始 其實這次的作業我有要給各位一個印象 就是你們可以一次掌握那個所謂的連續資料跟間斷資料的相關跟回歸 是怎麼樣來處理的 好 首先那個它這裡所談到的就是兩個變相的相關 它是介紹的一個第一個首先是皮爾森相關系數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斯皮爾曼等級相關系數 好 那它這裡是說用那個那個皮爾森R 它主要是用在資料的尺度 是那種等級或等級的尺度的時候 那斯皮爾曼主要是用在所謂的是 ordinary 次序尺度的地方 那這個電子書中的範例 它其實我沒有去作為作業範例的原因是 因為它的斯皮爾曼的那個樣本數太少了 那但是真正的那個斯皮爾曼的相關系數 它如果要讓相關系數能夠形成一個有意義的解讀的話 它的相關系數要至少大於 根據那個教程的建議 我特別那個再翻到這個電子書的我的補充部分 總樣本量必須大於10 不能等於10喔 要大於10斯皮爾曼的等級相關才會有意義 那這個是一個我要先畫重點的地方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這次改用一個不一樣的資料 來給大家作為一個學習用的作業的原因 那因此我們就直接來看 現在就是可以來看看我們這次的作業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你自己可以在增加的地方 有什麼東西 那因為我在導讀影片中已經有示範了 那個原來的資料中 我們只要就是用smile跟beer這兩個變相去做 去把它轉換為等級資料對不對 那你們是 因為我在影片中都有示範 所以要做轉換應該沒有 大家都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說為什麼要做這個轉換 其實也是給大家就認識一下 所謂的等級資料 它其實就是一種那個次序資料對不對 那所有的這種資料呢 你到底今天你是要定義為是連續的資料 還是一種等級的資料 主要取決於你的研究的設計是什麼 那只是因為剛好用這個資料 它的資料量夠大 所以我兩個我都可以做 好 那我們主要是要來認識 用它來認識那個簡單 那個兩種的相關係數 以及它的簡單回規 好 那我跟你們不一樣 是我自己我先畫了一張散步圖 那這個是用那個times 那個exploration下面 它會有 如果說你有裝這個 scadeR這個外掛套件 它會有增加這個模組 那你可以用這個模組去畫出來 那我認為這個是比較適合做報告用 稍後我會提到為什麼 這樣比較適合做報告用的散步 好 好 那 那 那麼 這個作業我為什麼還設定就是說 把它給轉換成這個等級資料 好 我是要給你們有一個認識 基本認識 好 所謂的五母數統計 其實就是等級資料的統計 那你們可以另外記下來 好 五母數統計其實就是等級資料的統計 好 也就是在這邊所展示的 在 之後 下個單元我們會談到t檢定開始 我所用的那個 五母數統計的範例 也都會用 跟那個 連續變相的那個資料 是 是 一樣的 是 是 是一致的 也會跟這個方式是一樣 好 所以下一個禮拜的 課前所以你會看到 規模跟 現在這個很像 我們就會這樣子 移入 幫助大家 能夠 去駕馭那個 變異性的方式